大家好,我是阿龍 今天把蜜蜂打巴掌,準備轉場 今天又有一窩溫風跑了 可能是昨天彎出來 昨天我去了很遠的地方去看那個場地 然後呢 可能那個時候彎出來,今天早上就跑了 又一窩損失 有時候天時又太忙了 有時候風群震亂是沒辦法檢查的過來 他就溫風跑了 一個禮拜不看就跑了 所以仰風這個真的太屌了 這棵鴨角木已經開了,這麼漂亮 這裡有一棵少少的 也有一點挖 這個是依然高,多一點 上面這一棵也是 不過這一棵好像是只有樹頂那裡有一點挖 上面都沒挖 這是比較特意的品種 這裡有兩棵,一個小一個大的 這一棵開了一點點去 上面的挖都開了 這一棵也是鴨角木啊 太高了,沒辦法拍 這個也有30厘米的幾近 30厘米的幾近 這一棵也是 是吧 這一棵也是,不過這一棵沒發 這一棵也是 這一棵也開了一點點 這一棵也是 這一棵也是 沙裡面長滿鴨角木 這一棵也是 是吧 滿到鴨角木的 挖的香味 這裡有一棵 是吧 這裡也有 是吧 這裡有些微柑 是吧 這一棵已經開了一點點 是吧 今天那個冬桂那個挖還沒開 這個是掃雪過後才開的 好多豬啊 那裡有一棵很大的 這裡山裡面長滿 這裡山裡面長滿 這一棵都是長滿 上面的那個鴨角木 你看看這個鴨角木 鴨角木很大吧 這可能 也上不去啊 這邊可能我一個人才放得住 這一棵 可以說是 這個 已經開了一點點 那個挖 開始爆開了 這個大概一個禮拜 之後就開了 很大的鴨角木 那我們繼續上前看 一棵鴨角木還沒有開 這一棵也可以 是吧 這裡還有一棵 這棵已經準備開了 準備要開 準備要開 你看看這一棵厲害吧 是吧 這棵有六皮翁 這棵可能有六皮翁 巨型的古包 溫了兩棵出來 今天有一棵又沒了 沒找見 有一棵出來 可能有六匹又沒有 可能是五匹那個樣子 五匹那個樣子 如果這棵找不到 那就損失了 有一棵出來 可能也是三匹多棵 那個找不到 其實應該是昨天我去 看那個鴨角木的時候 看那個鴨角木的 挖的時候 那天 中午的時候 出去了 然後呢 到晚上回來的時候 就沒注意 到第二天早上 可能就跑了 這集團在附近的話 到第二天早上 可能跑了 所以 這段時間 那個蜜蜂 萬蜂真的是頑固 今天我開幾多 看轉場的蜜蜂 全部要剪氣吧 不剪氣吧 可能是不知道跑多少 加上今年呢 那個蜜蜂 沒有青塘底 今天看到有一點水蜜進 殺了 一個禮拜雨的話 導致那個 地表太濕潤了 今天呢 看到那個蜂裡面 都沒有多少蜜 轉場可能也是 擋到那個地表乾了才有蜜 現在那個蜂呢 就是一個禮拜不看 它真的是不行 一個禮拜不看 它早就跑了 啊 所以呢 那個蜜蜂 啊 蜂王不剪氣吧 還是 厚萬無從 是吧 像今年 今天春天的時候 我都還沒來 記得剪氣棒 都已經跑了 有十幾窩了 到剪完氣棒的時候呢 啊 有些是 以前蜂跑 有些是二次蜂窩 怎麼叫二次蜂窩呢 等於說 蜂了 蜂跑了 現在的蜂 出來一個新房 第二次蜂 啊 甚至有些第三次蜂 總共蜂了 有三十窩跑了 啊 那裡的損失有多大 最慘就是這種 有很多窩是沒有蜂蜂 沒有蜂 沒有蜂 他從來沒有起過蜂蜂 他已經跑了一半去了 剩下那種都是 起那種急叫蜂蜂 翻跑以後起到急叫急叫蜂蜂 啊 反正我們這邊地區的話 只要有大蜜蜂來的時候 那個蜜蜂 就沒辦法控制到蜂蜂 他想跑的話 你不剪氣棒的話 幾乎都跑完 是吧 啊 如果你超過十天 不看那個蜂場的話 如果蜂蜂不看 他早就跑完了 因為他已經 現在那個時候啊 那個蜂蜂啊 拼命的起蜂蜂 是吧 只要有一點機率 他就蜂蜂跑了 啊 所以現在那個一個禮拜 要處理一下那個蜂蜂裡面的蜂蜂 不處理裡面的蜂蜂 又蜂 是吧 啊 蜂蜂就蜂蜂 是吧 啊 你關了老房出了蜂蜂蜂 是吧 啊 如果前段時間蜂蜂的話 他蜂蜂還沒發展得上 你又不死得蜂 是吧 啊 這個是沒有多大的 蜂蜂 那個蜜蜂 啊 蜂蜂 他从来没有持绳风,广泰不时直接温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视频点赞 订阅 转发